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江 羽球男双林洋佩赢得巴黎奥运金牌 缔造史无前例的奥运二连霸记录 却被国民党立委翁晓玲说是中国人的骄傲 那翁晓玲回应我们就是中国人 这有什么不对呢 这句话今天在宪法法庭的言辞辩论当中 被拿来引用 行政院的代表律师李全合就假设 如果有部会首长自认是中国的荣耀 被立委质询 你到底是台湾的部长还是中国的部长 那这位部长回答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不然是什么人呢 那请问这会不会构成反质询呢 李律师一箭双雕 执疑反质询也算了翁晓玲 那巴黎奥运中国小动作频频 竟然在场馆内抢夺支持台湾的海报物品 国际全总开记者会 质疑台湾选手林玉婷的性别 却拿不出证据被国际奥会回向一场闹剧 这背后是不是中国在搞鬼呢 另外柯文哲的崩盘危机 简书培爆料 副市长彭震生说 金华城的荣基奖励 就是柯文哲签的 吴静怡也爆料 跟小草募款进了柯文哲的公关公司 陈佩奇公开说 想寄身党内的基金会 原来民众党是柯文哲的家族企业吗 那霸梁投票几乎成定局了 基隆选委会说 共寄出查询单1400多份 还有周刊爆料 国民党桃云市议员林涛访美 嫌没时间购物 标骂外交官 最新今日发展节目中 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桃云市议员于北陈将军 钟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是立法院荣誉顾问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好 再是郑学教授范世平 钟家好 大家好 好 还有这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好 再是国民党立委叶元支 钟家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陈品凤 大家好 好 再是资认媒体员王瑞德 钟家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今天非常精彩 就是宪法法庭的言辞辩论庭 今天是再度上演对决 跟打脸的场面 我们看到包括有 游博祥大法官挑战黄国昌 还有行政院委任的律师 代理律师李全和 那翁晓琳 他就在说 你这个有关反质询 而且这个黄律师很厉害 马上回应最新的时事 就是我们在巴黎奥运 拿到金牌的林洋配 他就提出 如果说有部会 首长认为 自己的脸书上说 恭喜林洋台湾之光 同时又在自己的微信上说 恭喜这是中国人的荣耀 如果说这个部长 最后到立法院去质询的时候 人家就问说 你这个部长到底是 中华民国的部长 还是中国的部长 那你这句话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先讲瑞哥 怎么看这个 我们看到帅哥律师 反应实施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而且是左抠右打去 酸翁晓琳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所谓的反质询 在法律用语里面呢 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你要定义出来什么叫反质询嘛 所以用翁晓琳的这个例子来打回去 我觉得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他浅显易懂结合时事 又让人家马上就知道 到底是台湾之光 还是中国人的骄傲 那如果一个部长反问 哇你就完蛋了 你就变成反质询了 对 就是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嘛 你如果不回答的话呢 你就是藐视国会嘛 那你如果这个答非所问的话呢 你就是这个等于虚势应付嘛 等等嘛 所以你在这个所谓的 国会黑箱扩权法案里面呢 所设定的整种的 这个处罚的相关的条文 都是抽象都是虚象 所以呢 那在宪法法庭的辩论里面呢 就直接点出 你在法条上面 所有立法权书你打开 每一个法条都是具体的东西 没有一个是抽象的东西 就只有他们所通过的 这个国会黑箱扩权法案 所以用这个东西 去把它给打回去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 大法官游博强也讲得很好啊 我打断你一下那一段啊 我打断你一下 上次没有回答我 那我打断你一下 又要叭叭叭叭叭 问什么 结果另外那位就回答 王国昌就永远在那边跳针 永远只能透过直播的方式 就永远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事实上呢 宪法法庭是提供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立法的人 跟这个提出 叫视线的两个单位呢 到法庭来进行一个 延迟辩论 你听清楚是延迟辩论 那我觉得包括这个 等于说黄国昌也好 还有这个翁晓琳 他们都弄错了一件事 延迟辩论的对象 不是大法官 是提出视线的单位的人 比如说总统府啦 比如说这个民进党的 立法院党部 他们去进行延迟辩论 两兆双方 大法官是听诵 法官的角色是听诵 听诵 诵者诉诵 所以我在坐在这个地方听 但是我有一意的问两兆 你们提这个是什么 像尤博强问 你提这个是什么 然后呢 问这个律师 比如说来自于这个民进党立院党团 或是总统府 这个潘梦安 你们提这个是什么 你们质疑的这个立论点是什么 论点大家都提出来 就法研法 然后呢 如果呢 你所提出来的东西 不能符合我们宪法的规定 那很简单 因为像今天潘梦安 就直接就讲了嘛 不能叫总统行 无宪法规定之义务 很简单嘛 他指的就是 你到叫总统来立法院 得到立法院来进行 这个相关的国情资文的报告 但问题是 你不能叫他 你们自己去扩权 然后呢 扩的权的法律呢 那凌驾于宪法之上 叫总统去做那种 让你急问急答 让你这样子 咨询的事情嘛 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辩论方式呢 我觉得非常的清楚 显而易懂啊 这个不是你想用政治语言 去凌驾于这个宪法 凌驾于司法 所能够取代 当然了 今天早上这样一辩论 输赢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嘛 对 这非常简单的嘛 那讲上上次的这个 等于说 到底要不要尝制处分 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嘛 也就是 你在行礼法上面 都站不住脚 那你只是立法院一味的扩权 却要全国包括宪法法庭买单 甚至于还把大法官给打成 这个等于说政治打手等等啊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谁尊重台湾的司法 谁尊重台湾的宪法 跟谁不尊重台湾的司法跟宪法 的确宪法法庭 其实就是两兆双方在辩论嘛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的律师呢 就拿翁晓玲 你自己的回应 因为他在这个巴黎奥运 这个林洋佩 这个夺金之后 就说这中国人的骄傲啊 还说这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李全文就说 那如果这位部长是回来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不然是什么人 那你这是不是反质询呢 所以一箭双雕嘛 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 上次尤博祥大法官 这个询问这个黄国昌 一直都没有得到这个回答 所以有不想接 你有再问了 他说我再打断一下 为了避免最后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责任政治的原则 在立法院的法律案 审议过程中 要如何得到贯彻 那各位选去的选民 要如何对各位就责 我听了半天 你好像都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然后最后他说 我再打断你的意思 我听懂了 你认为用公开直播 可以取代义事录 这个博伟你怎么看 原来黄国昌 他身为一个法律的学者 他竟然认为说 每个人举手 大家都看得到 透过直播 就可以取代义事录 没幸福 全集场里面 你轮上两个人收幕 中央有一个叫彩帕 彩帕就是大国官 今天收幕的 相公民是 行政医和立法医 立法医 大所的政党 大所是国民党 和民政党 行政医就是民政党 相公民还有请的 律师专家和学者 现在彩帕说 好 两个人开始 彩帕 现在彩帕的 彩帕说 不好意思 先请教一下 你现在出这招 叫什么招 是什么白银 什么我哥 酒银爪 还是什么酒阳神经 问问你是在用什么招 你现在不要去客戴吗 本来在烧帕 不要去客戴 外头 开一个平板出来 开始在聊直播留言 说现在彩帕不说 我在出生已经能看不 敢说有这种打滚的方式吗 这就是什么 在烧帕里面 理论上你们两个好好说嘛 想让你们看意见不一样 对着名书 没人董的所在 你改岁给我听就这样而已 这会有很困难 对不对 这一般我们如果 走过烧帕也知道 这个整个中书 韩国庆在做什么 韩国庆现在 法官问说 不好意思 请教一下 你现在说责任政治 我们有一句话说 叫责任政治 你们这立法院的人 立法院的委员 都是人投票出来的 所以你们做的事情 要让人民知道 这叫责任政治 你如果投票 投yes or no 人事同意权 yes or no 辛加义生 yes or no 你要说让人民知道 所以你们如果用 野手标划的方式 是不是定义人民 不知道你到底是标划对象 没没嘛 没没 现在我们就用一个法 说不然我们投票要取电阻 这样比较有记录 就是大家看 以前时代力量 国民党民进党 就大家政党都会 那一段上 上面有百十三个委员 一页不够还要拍两页 谁同意谁反对 每个人的立场都要有记录 那叫责任政治嘛 对 他现在就问国庆 你们因为我们台法官 暂时处分 因为他们就在那里 会过去的事情 破暂时处分的原因是因为 你们标划的时候 你就没用那个电池啊 你没记录的位置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人 要投资 我如果不知道是什么人 要投资的位置 你如果教授的委员 比如说像我 我就一个人 我现在没懂的 所以在里面 我如果投票 我说好 其他一百十二个都给我 我一个人 我也要反对告对 我要申请视线 现在现出是解释的哦 但是你如果用牙手标拐的 大家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没知道了 就没有记录可言 就不能申请了嘛 那不能申请的情况 所以要用电子投票 现在由博想竹头 到后就只问这件事而已 他就问说 你牙手标拐 会侵犯到接受的管理 但博想不知道 是对这件信金不对 你会一直在那里挥什么 会说民政党也接受了 现在在派宪法法庭 不就是接受行使他的权利吗 尤博想听的 我头发很疼 是什么 因为你来电子投票 那个叫做法定程序 这个规则是这样的 目的就是要有记录 举手结果就没有记录了 叫做回遗记录嘛 但是黄国昌就说 这样可以啊 是什么不行 那拼也是记录啊 那意识人员在那点名 也是记录啊 大家看到举手了 这样透过直播 就是一种记录 不过像他在看一件事 你举手你没说 对一个举手对一个严重嘛 不然就大家拼得好 以后如果要用公开表冠 举手表冠 举手不负 以后就确定说 我举手了之后 你要一个记名 比如说月圆之同意 于北辰不同意 王磊的同意 你来到那种表嘛 对 现在的问题就是 没有那种表 好像中所而已 听不懂 中所又用到 超过里面开会的人 里面开会的 里面可能比如说一百的 点点的有一百十一楼 看贵有十一楼 也不需要围队走出来的 对 这这些时候 那些人越点越多 很恐怖 所以由博翔出头到 要真理性 你就是跟我们问这件事 我就不知道有什么 这叫责任政治失灵 我就不知道到底 今天这些现状 七个人 倒出来四比三 我就不知道 上三上四 这样才会很困难 对 幼稚也听不懂 对 王国昌是故意的 在硬拗是不是 没有 他就好像 故意用这种方式 我跟你说 王国昌现在就好像 主党一点就是 什么 气息不能输 就算公输 气息也不能输 生也同样 很大生 因为他又要回去 开直播 他要说给他的粉丝 听说你看我都没输 我都挨拗就拗过了 他这就是在告他人民 他的支持者 一种贡大观 拗拗的就好了 都不用说 修飞 说得力 不用说法律 拗拗的 国昌现在就是在拗的 我先说很简单 就点名记人 这样听不过 黎明 他又不是听不过 还减键小回想起 现在他的辩方的律师 也是基隆市的法律顾问 是什么我哥 那个叶律师 国民党 他现在说 我跟这帝 我来给你回答 我来替他回答 像我买 有我说就好 他现在翁小林说 停上这边我来 买有我说就好 抢成一团 抢着要发言 你论上 你如果早早的 说要做得力 就像正论 我在跟我们家 范老师 我刚才你说的没得力 我来给你说 我替你说 你论上你这样讲 要做得力 你不才会让人绑过 不然像他绑过 幽幽幽的后 再说上一次 这上一次 因为没内容 没有讲到重点 所以 他根本我坦白说 如果正经没有 藐视国会最成立 先用一个藐视法庭 这几个根本就是 藐视法庭 他们对控的对手 不是姓正义 他们是挑战 在做台法官方家 今天比如说 我跟于北辰烧拍 我看郭明党过敏 他说 你不能说郭明党过敏 过去 两个烧拍 拍拍已经欢迎 我们两个应该 看到对方的来说 我不是 我不是说 你欢迎今天 今天我的上班 就寄来 我没有薪水糖尿 你欢迎是怎么开 我欢迎来来来 他做过 阿兵哥 我没做过 我又打不怕 你现在还要拍 是 连拍也不用拍 你都没头发 基民选法官 他就是一样 这就是韩国庄的做法 他有这种法律的典子 今天宪法反情 非常的精彩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 行政院的委任律师 真的用翁晓宁的话 来去打他的这个反直循 跟同样去酸他 所以将军我们看到 那黄国庄也很夸张 身为一个法律学者 我们既然立法院 有这么进步的电子刊板 可以去记录 每一位立委 他所为自己的政策负责 他竟然不要 竟然说通过直播 然后用举手 让全体选民可以看到 这等于是走回头路了 当然 其实今天在宪法法庭里面 我们要看的是 所谓的提出人 跟辩护两方 那么应该是两方的攻防 坐在台上的大法官是什么 他是裁判 你说的有理 你说的没有理 或是你说的 我没听清楚 你再讲一遍 台上的是裁判 台上面的不是对手 现在我觉得蓝白 是把台上的大法官 当成对手 就是拳击赛开始 我应该要跟对手打 没有 我们打裁判 打裁判 我今天看的是这样 大法官问他 不管是许中立大法官 还是尤博强大法官 问他们 他们没有去攻击 所谓的行政院 或者是民进党党团 或者是监察院总统府 你应该是要跟他们做工访 然后大法官看到说 你讲的有道理 他不是 全部都在挑战裁判 这不是 这搞错了 搞错对象 因为你们有纠纷 你们对于宪法的认知 或认识 或是解释有纠纷 所以到了宪法法庭 请大法官来当裁判 谁讲的有道理 我来做仲裁 那不是 我直接打仲裁的人 那个裁判说 现在第一回合的拳击开始 round one开始 他没有去打对手 直接对着法官 来单挑 有这样的吗 今天看到就是这样 今天看到就是这样 然后 其实我后来看到 尤博强大法官问他 我真的是觉得 问到重点 你真的觉得 他说我终于听懂了 因为他为了打断一下 你还没有回答我 其实责任政治 必须透过 法律审案的议事过程 然后得到贯彻 因为什么 立法委员监督行政院 那么谁监督立法委员 投你票的人 选民 选民没有举手投票权 我只有透过议事务 或是透过立法院的画面 我来监督你这个立委 你做的好与不好 那下一次投票 我不要再支持你 这是选民嘛 选民的权利 可是呢 他说没有 我现在 我已经透过了直播 让所有人看到 每个人手都举得高高的 难道这样不行吗 直播是有法律效应 我真的这大法官 黄国昌当过立委 他不是第一次当 他怎么会觉得 可以用举手直播 然后来取代 现有的这种电子记录的方式 我觉得刘伯祥大法官应该是说天哪 这该不会是一个法学博士讲出来的话吧 他说我打断你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说 透过公开直播可以取代议事录 那以后立法院议事录人员可以裁掉 开直播就好了 你要想到为什么要有议事录 那他跟直播总不一样 议事录是把全场每一个人包含的举手 表达讲话全部记下来 这个要成为未来对于整个立法程序 有没有瑕疵的一个审核的依据 因为意思录是全记录 全部给记下来 那请问直播 你的直播是全台湾2350万人 每个都订阅吗 不可能 不可能嘛 了不起你就 好了很棒了 你的即盛时期上万人来看直播吗 上万人能够代表全台湾的名义吗 所以说我有直播 每个时候都举得高高 请问你的收看受众是谁 你的粉丝啊 不是黄国昌的粉丝 很少像王毅川 不喜欢他会去看他的直播 绝大多数去看黄国昌的 一定是喜欢他的人 喜欢你的人 你讲什么都对啊 所以黄国昌曾经在直播讲过一句话 我不是讲给大法官听的 我是讲给所有粉丝听的 等到我的粉丝力量够强 大法官就要听我的 这哪叫做 这哪叫代义制度啊 这叫做威胁呢 就大法官要不跟你跟我比比看 我有多少粉丝 你有多少粉丝 来比好不好 粉丝 粉丝不能成为取代意识录的依据嘛 所以游博翔大法官已经问了 那黄国昌你难道说 没有 以后不用意识录了 以后只要我黄国昌的直播 播出来 他就代表意识录 是这样吗 那在场的大法官 我相信没有人会认同他的说法 那我觉得这个大法官提出这样质疑到黄国昌他怎么回答 他没有回答 还是又没回答问题 他没有很直接的回答 对因为时间很短 又闪躲了 还有其他人要打 翁晓琳也要讲啊 委托的律师都要讲啊 他觉得他想讲的时候 我来说我来说 他觉得不想讲的时候 下一位 所以有三个人抢成一团 对 抢成一团嘛 下一位 我觉得其实你再次不要搞错对象 你在宪法法庭里 你的对手是对你提出质疑的人 而不是裁判的大法官 对 现在他们全部的火力好像变成黄国昌直接PK大法官 大法官是裁判 他不是选手 你不打错了 你在奥运里面 你要开始实施这个所谓的拳击赛 一开赛以后对不对 蒙打裁判了 什么你打我干嘛 搞错对象了 他就是比赛一开始 矛起来打裁判 那你把裁判打矛了 裁判就说 你对于对手的攻防 你有没有搞清楚啊 没有 我只管打裁判而已 来来这个原汁 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宪法法庭 如果是你去啦 你会怎么讲呢 责任政治啦 责任政治就是我们这届立法委员 我们下次连任或者是这段时间 我们面临就是选民的一个制裁嘛 对不对 要负相对责任嘛 做得好他们会肯定 做不好他们会制裁 那其实国会改革法案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会去看艺术素的人 也应该都会知道说 这次的立场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支持国会改革法案 民进党是反对嘛 所以其实大家都该负责任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之内 政治责任大家应该都是有的 对那他可能就是 但是立法院要每一个人的记录啊 对那按要插卡去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立法院的那个议事规则 就会把举手表决拿掉了嘛 可是举手表决在议事规则里面 就是可以的 我讲的话我会讲说 那这就是有符合议事规则啊 那所以这个是有规定 那如果他们觉得说举手表决有违宪的话 那之前大家就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提出来啊 但是没有讲说什么举手表决一定是违宪的 没有之前没有人这样认定嘛 那你怎么看之前就没有人这样认定 你怎么看今天黄国昌啦 还有这个翁晓琳他们的表现 翁晓琳 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立场说明清楚嘛 大法官你就做了一个裁判嘛 把大法官当成是是这个对决的对象吗 他们可能也是看口气啦 就是如果大法官口气好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好好讲 但是如果说大法官咄咄咄逼人 当然他们也会咄咄逼人 我觉得大家就是互相啦 那如果以人数来讲的话 因为基本上站在我们的立场的 就只有黄国昌跟翁晓琳 其他所有的行政院监察院 还有民进党党团 他们的律师跟他们的 吳宗宪丢了你去啊 吳宗宪啊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团体嘛 就是立法院的诉讼代理人嘛 那他们是好几个机关嘛 其实本来就是有一打多啦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立场说明清楚啦 但如果说啦 真的是在意党真的是立场 是很站得稳 那应该就是可以以 以少来扶重嘛 不过怎么看 因为黄国昌今天看起来 是不是又有点紧张焦躁不安 他好像又在抖角啦 抖尖是不是 第一个以少打多 明明两边的时间是一样的 你们要派多少人 去那边讲多少话 不是本来就可以自己决定了吗 那个跟以少打多的关系 他们时间没有比较少 时间是一样的啊 他们五十几个人 假设是一样的 五十几个讲十五分钟 是一个人讲几秒啊 你们只有两个人讲十五分钟可以 坎坎而谈 这哪有什么 而且吴宗憲今天故意不讲话 吴宗憲讲党 基于叶俊元说我帮他讲 就让叶俊元讲了 你们是嫌时间太多 根本就不是人不够的问题 我真的很不喜欢国民党 就明着做一套 然后实体下兵呼的时候讲一套 今天这个问题也不是举手表决 单纯的问题嘛 邮博想问的是说 如果今天有少数党的少数立委 都不要讲哪一个党 某一个人在举手表决的情况下 他要提出示线 他没有任何证据怎么办嘛 那黄国昌就讲说我公开直播 所以邮博想问说 你的意思是公开直播 比意识录上面的暗灯比较有效 他根本没有在跟你讨论那一天的状况 他是在讨论这一条法律 现行的状况 会不会造成未来没有办法救济的障碍嘛 做一个立法委员这个都不知道 他跟那边辩论什么 这是很基础的法律一二三 我今天讲的事情是 根本就不是那一天国会改革 谁在管理国民党民众党责任政治 今天我们七个人投四比三 有一个人说我反对 试票的那一个 试票的那一个应该要具体出来 那个释线 然后少数党根本没有名字 我不知道谁有释线的资格 这个才是邮博想在问的问题 出来讲说一少打多 出来讲说那一天没有问题 国民党民众党都知道 讲的就不是那一天的问题 讲的是法律修完之后 未来中华民国国座百年嘛 不确不是为了解决一次的问题 还是未来整个的通案 我们的立法院 是不是要有一个完整的 这样的电子记录 未来才能够知道说 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状况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 这个宪法法庭的延迟辩论 敏锋姐怎么看 黄国庄他的确是有备而来吗 还是又呈现出那种焦躁不安的 而且特别是他准备的图卡 还出现文不对题的状况 对 我告诉你 这个宪法法庭没有不公平 他没有说我的申诉的 申请的单位比较多 所以我可以请的律师 或是专家学者就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个上面 什么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什么什么 那就是做文章 根本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如果不光明 黄国庄一定当然很抗议了 为什么我们时间比较少 为什么怎么样 对啊 然后今天这个 这个所谓的立法院机关的代表 还会表演 除了黄国庄之外 其实他那个董宝成 还在脸上贴一个 那个纸条 他说 某某东西不是显而易见吗 就像我头上贴了这个东西 大家不是可以看见吗 然后他又把他撕下来 对 他又把他撕下来 然后又贴上去 然后中间把他扯破 然后又再黏了黏去 结果那下面的网友说 这位教授 你是在干嘛呢 你是在干嘛呢 所以呢 我觉得就说 你主要都是回答不出来 这个大法官也好 或是申请人方面 具体的这个实质上的问题 像你这个所谓的 包括这个 李全合也好 或其他的律师 或是其他这个单位代表 当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我是地底桥 地底相 这个法律上面 你根本不符合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可是你看 这个所谓的 立法院计划代表 包括黄国昌 那一张的power point 就是旅能 绿能你不能 不是充满政治口水吗 对 就是说 我整个都不用跟你变 反正我都是 我就是 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绿色的 就是你们都可以 那我们就不可以 他准备的是政治话语 对 可是人家这边是要谈法律 对 那所以就说 你表示说 你的法律基础 根本就不够嘛 然后你再谈到所谓的 这个国 总统的国情之文的时候 这个申请方就很 很很这个从实 从这个国情之文 从国大代表 如何衍生到立法院来 讲的一清二楚 然后就说 你国大代表的时候 可以选总统都没有写 应到立法院报告 国情之文跟检讨国事 可是你这个整个 这个申修条文之后 把国大代表废掉 然后把这个整个 立法院的全线 把全线接收 过来部分的时候 你立法院根本不能选总统 你为什么在监督总统上面 比国大代表还多 这是不合理的嘛 他这个 他有一个法理的脉络 在陈述说 你这个规定这个 法理的脉络跟眼镜 对 国情之文的这样子修宪 这个是不合理的部分嘛 那你那请问你 这个所谓的立法院机关 你回答什么 这个董宝成又来了 他说这个 我们咨询总统 就跟咨询行政院长一样 都是合线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不想楼下 下面那个董宝成的学生 一片 老师 可能会关到 老师你怎么了 那你因为你根本立法院 就没有咨询总统的权利嘛 那你既然说这是合线 而且董宝成来做一个 很奇妙的综合 就是整个30条里面 27条都是合线的 三条都 只有三条违线 那我就不想讲三条是违线 看起来通通都违线啊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说整个 这样宪法法庭的 这样的表现来看 虽然他们的律师方面 有跟以前不一样了 有增加一些比较真的 在法界还有名的 叶庆元求表现 对 不让吴宗宪讲 我来我来 对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叶庆元会讲什么 大家也知道嘛 然后我们没有想到 反正董宝成 还蛮有一点声望的人 还会当场表演贴 对 额头 大家就注意点都贴 就注意他额头 有没有贴那块纸 然后根本不晓得 他在讲什么 所以不要闹了好不好 我觉得宪法法庭 是很严肃的地方 对 不要搞笑 的确 范老师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董宝成也是学者 今天是哪招啊 怎么开始贴那个便利贴 然后搞成这样 今天看着 荒腔走保 演成是一场闹剧吗 我一直在确认 我一直在赖很忙 我说这是真的吗 真是这个人吗 是不是合成的照片 也都要拿回来 因为我讲错的话 我对不起他 因为我在政大念大学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总务长 这样子 他是我们的老师辈的 所以我很怕伤害到他 所以我想再度确认 结果果然是真的 全台湾最高的 法律的殿堂 他已经超过 我们的高等法院 是宪法法庭 这么神圣 这么伟大的一个场率 我们的董宝成 他现在是东吴大学的副校长 董副校长 你在新华法庭耍什么宝 东吴大学的同学 不觉得汉言吗 他曾经担任过 我们政大的教授 然后还当过什么 马英九2008年 当上总统之后 就任命他担任 我们的考选部的政务次长 政务次长是什么 就是政治任命 他就是我马英九的马友友 然后2012年 扶正为考选部的部长 一直说到2015年 马英九先任前 位阶很高 非常高 我们考试院就两个部 全序部跟考选部 考选部是负责我们所有 中华民国的国家考试 包含公务员考试 律师司法官各种考试 位阶这么崇高 他才写的行政法 是所有大学生 要考高不考必读的 结果他竟然 做出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举动 对 在那边贴便利贴 贴额头 贴半天又掉下来 他跟欧小林一样 都是德国的法学博士 他是这个破昂大学的 我这搞不懂 也是德国的 德国法学训练 又非常严谨 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做出这么轻挑的行为 然后呢 他一直要跟法官说 法官你提到我名字了 我要发言 大法官说 我没有call in你 你骚案物照 不顾整个的秩序 因为你要尊重大法官 他有他的节奏嘛 然后他今天他讲什么 他说哎呀 我们那个请总统来做这个 立法院来做急问急答 就跟我们在立法院 质询行政院长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是合乎宪法的 拜托 行政院长到立法院 接受质询 那是宪法所规定的嘛 对 怎么会跟总统 没有总统啊 宪法没有规定总统 没有啊 对啊 只是说有必要 来做一个国情报告而已 而且不能质询嘛 他竟然说 这个就是质询 还快问快答 这样子 所以我真是觉得 你的行政法研究了一辈子 怎么会到最后 今天在我们的宪法法庭 这么的荒腔走板 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我不知道他昨天晚上 是没睡好还是怎么样 还是没招 只要想出这一招 我真的觉得很荒谬 他不会说 到时候我到庭上 我要怎么讲怎么讲 讲不过那怎么办 那我想个用便利贴来贴好了 这个叫耍宝 甚至我真的觉得 让我感到斯文扫地 因为你在我们台湾 不只是我们宪法学的太陡 你是很多教授的老师 结果你竟然做 你可以好好的讲 你为什么要做出 这么怪异的举动 所以我不可思议的地方 那黄国珊他部分 黄国珊真的 我觉得他今天非常焦虑 因为他上次的表现 不如人意 那今天他想扳回一层 上次也被 这个尤博祥大法官 叮 这是你觉得 他有准备充分吗 我认为他太过焦躁 太过焦虑 得失心太重 就没办法正常发挥 而且他就我们之前讲的嘛 他一定要他自己讲完 别人稍微挑战他 他就整个乱了套了 他心中的规划 整个都重新要 重新这个整理 来不及因应 但应变能力是不行的 所以我要优优先 讲很多东西说 责任政治 就是说 你们虽然说你黄国珊 虽然你翁晓离 你们是不分区的 你也是人民 一票票投出来的嘛 我们是投政党票嘛 你要负担人民的所托 你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在立法院好好的按表决器 好好的投票 为自己的投票的那个行为负责任嘛 而不是随便举个手 没办法达到一个责任政治的目的 这是我们政治学大一最基本的概念嘛 就像你去投票 你去投这个总统 你一定要按在这个规定的格子上 你不能打个星星 或者用笔写写不行 那不符合我们的程序正义嘛 所以你要按照我们的程序来做 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按照程序来按下投票键 那个是符合程序正义跟责任政治的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你没有 除非你有任何理由说 我例如机器坏掉 例如说有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 没有啊 你韩国瑜就是为了要 要让国民党 习不乎 习不乎 习不乎要过关 这样过关而已嘛 强度关山而已嘛 这不符合正义嘛 所以论法他们谈不过 所以只好用谈政治的方式 对 才会讲说什么绿能 什么我不能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 那个是找理由来做演示而已 那最后我要讲翁晓琳 翁晓琳为什么今天被人家骂翻 第一个你是双面人 你对于我们的这个林洋 他们的这 林洋配这次的这个 奥运得牌 你在台湾讲台湾之光 你在中国的微博 你讲中国的光荣 中国人的骄傲 中国人的骄傲 你说两面人嘛 对 他解释是什么 他说因为我不同时间贴的 你有差多少时间 对 而且大家看出来 这跟时间无关 你根本就是为了立场嘛 你这样做就是要讨好中国人嘛 而且你完全是附和中国 他们的说法嘛 可是中国不转播啊 骄傲什么 对可是问题是 中国人会说啊 台湾人得牌 就算我们中国的牌啊 他们不是这样讲吗 那今天 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 竟然公然的唱和中国 那中国的小粉红可以说 你台湾的立法委员 都这样子支持的话 那我们中国当然吃你台湾的豆腐嘛 对 台湾的票 台湾的这个德牌 就是我们的德牌嘛 全部都算我们台湾的嘛 不总算我们中国的嘛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作为立法委员 你真的要捍卫我们台湾的尊业呢 结果不是 对 你为了你自己的政治信仰 你去附和中国 对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 所以老师长 欧晓尼多此一举啦 多此一举 他对台湾负责就好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 他想要去讨好中国吗 对 因为不需要啊 他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啊 对 他说我是中国人 有什么错 那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前一阵子跟副冠军去中国 他也是一样 哇 整个看起来 好像一种朝圣的感觉 那你今天要捍卫的是 我们台湾林洋佩得到的 这个冠军 你怎么拿 反而把这个冠军送给了中国 让中国他们来 拿这个来 来吃台湾豆腐呢 最后我必须要讲 他说我是中国人 这是你的信仰 我尊重 可是现在说 我是中国人 在台湾的比例 是少之又少 对 按照政大学员中心 我们到政治大学 学员中心是长期在做民调 而且他是个超然客观的学术单位 他们长期做了31年 台湾人的认同 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去年为止 认同我是中国人 只有2.4% 这个翁晓菱就是这2.4里面 但是在1992年的时候呢 认同我是中国人 是25.5% 等于这31年 认同我是中国人 减少了23% 巨幅的减少 那1992年的时候 我承认我是台湾人 只有17.6% 还输给中国人7.9% 可是到去年为止 我是台湾人 变成61.7% 增加了44% 表示这31年 认同台湾人本来是少数 现在变成主流 认同中国人本来是主流 现在变少数 结果孔晓菱呢 还活在31年前 当时的民调里面 那31年前 他刚好大学刚毕业 他就是受了这种 国民党的党国教育 大中华的教育 中国人的教育 他茁壮到今天为止 他没有改变 可是我要问的是 你国民党 你认同翁晓菱的讲话的话 你就只能够掌握到 2.14%的选票 这国民党你要考虑清楚 他是你的不分区 他在跟台湾的主流民意 在对抗 台湾人一般人到国外去 要问你是Chinese吗 一定说不是 我是Taiwanese 这台湾人大部分的 这个膝盖式的反应 可是翁晓菱不是 所以我必须要讲 国民党今天 如果对翁晓菱的发言 还不致死 而且他还认为 他没有错 他还讲了理直气壮 我觉得中国人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的什么血脉文化历史 都是一样 我是堂堂真的中国人 那我不需要讲 这个翁晓菱 真的对国民党讲 是大扣分 国民党的形象 已经像这个 掉牙似的往下掉了 还会因为翁晓菱 继续再往下掉 民众党的支持率剩6% 到底崩盘的原因是什么呢 被看破手脚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历史 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因为 这个柯文哲的夫人 传佩奇 因为这两天 他看起来 渐渐要浮上台面了 他就说 他可能在最快9月28号 要加入民众党 然后他就说 他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然后还是需要钱 然后我要寄生在民众党里面 看看我们党 有没有什么基金会 或是协会 可以让我寄生一下 瑞德哥 那我做到前行 过去我们看到 不管是什么党好了 党主席的夫人 从来没有做这样子过 我们说夫人不要干政 现在有可能是未来夫人会来执政吗 这个这对夫妻精神 真的是精士夫妻啊 陈佩奇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竟然说他直接要寄生在这个基金会 如果你说你是开玩笑的也就算了 我看他蛮认真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以前民众党不是寄生在立法院吗 直接用立法院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好了 那个什么助理不是要人家挤一个助理出来 帮他们做事情或干嘛吗 我告诉你 立法委员做立法院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啊 是他的职责 所以他在里面打电话干嘛 办公室什么都OK 但是你民众党人就不能在立法院里面 用立法院的公款 拿起电话来打一通电话都不可以 对 很简单嘛 那叫公款公用公司分明嘛 你客人者不是说你是青年爱台湾吗 不是这样子吗 那这是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嘛 那当时当然柯文哲讲自己的时候 把自己讲得好像那个天上的神仙一样 讲得好像清清卤水一样嘛 那这个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陈佩奇为什么一定要等退休再加入民众党 他现在就可以加入啦 对 我们台湾没有法律规定 市立医院台北市立医院的医生 不能加入政党 没有这一条啊 没有这条 只有法官 法官不可以 我猜啦 可能陈佩奇因为他是医生嘛 比较忙 没时间加入政党活动 我退休之后我来加入 上网填一下就好了 上网填一下 医化 你老公都说医化嘛 上网填一下 当然佩奇应该是没有黑道的前科 跟他赌博贪污的前科 我上去看过 民众党有一些这个条件 这个限制嘛 连基本地方的干部都不可以 有什么什么前科 奇怪 奇怪 那他为什么用的人都是那些 排零排红 赛零赛红 更生人啊 更生人当然不是很重要问题 但是跟你的那个党的申请不一样嘛 肯佩奇今天就可以申请了 不用等他退休 他随时可以入党 他马上就可以申请了 而且直接用上网申请的方式 直接申请入党嘛 对不对 我觉得申请入党就好了嘛 那你在 我猜啦 他有可能想当专任党员 你在此时此刻申请入党很奇怪 因为上个礼拜才有人就在讲 民众党的副主席 有的没的对不对 大家都还在猜蔡碧如 蔡碧如说不不不不不是我 那结果这个时候 陈佩奇就说我想入党 然后你想入党 时间太巧了吧 那难道这个副主席 不是为了蔡碧如 是有人想要让你这个佩奇去吗 蔡碧如多聪明 蔡碧如就是定人听 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蔡碧如马上说 赞成啊 佩奇结婚 这些的话多好啊 PG副主席嘛 对不对 KP这个等于说主席嘛 多好啊 你看说多聪明啊 那么事实上啦 我觉得柯文哲 这个大概费要等于暗了 为什么他老婆 现在如果真的退休没事做 柯文哲是个伪君子伪善 为什么 他你还记不记得 陈佩奇太天真了 陈佩奇不是说 这个他先生希望他不要退休 退休以后 他没有薪水了 那谁来养了 有没有这句话 对 佩奇你要查你老公的账 你老公选总统 民众党一年有 一亿五千万 这是政党补助款 对 他选总统 他有一亿两千万的 这个选举补助款 他说大家都用在公务上 你必须相信他 你千万不要相信 账查清清楚楚 对 怎么可能没有钱 一亿两千万会没有钱 现在又有人爆料咯 是不是把募款 变成是他的私人公关公司的钱 除了一亿两千万之外 对不对 那当然包括Grace 包括吴静怡 包括这个等于说 这个市场 都有相关的金钱留下 这个都是公开 这家公关公司 这个都公开的 这没有什么 名字很好猜 这家公关公司 牧可公关 还蛮可爱 叫牧可 加起来不就磕吗 对 对不对 牧可磕 对不对 稍微改一下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查了一下 他的负责人姓李 是个女性 那公司设在南京东路三段 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 而且独知 不过 而且他在今年7月1号的时候 有征裁 征业务广告跟 业务主管跟品牌视觉设计人员 总共 总共根据 这个四餐猫跟Grace 他们去统计 总共拿走3963万 2623元就对了 那四餐猫说 还有推比100万的 这个我不知道 那100万的明示 但是也三四千万了 这倒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我看了一下 他的戏目 对不对 宣传支出 有影音制作 胖卡宣传车 制作什么中秋礼盒 他买的咖啡礼盒 蛮好的 125 112万 这咖啡应该蛮不错的 但是让我 非常讶异的时候 你的租车费120万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制作什么竞选物品 450万 我也可以理解 有几笔 250万的授权金 一笔 然后另外呢 还有商品授权使用费 300万 另外商品使用授权费 300万 我应该没有看错吧 是300万 还有一个450万 我的天啊 刚刚四笔加起来 天啊 超过上千万以上了 对对对 授权费在三千万以上 你们这些小潮小冲 对吧 250 200块 500块 这样的拼命在捐 对不对 这个授权会 啪哩啪哒出去 就这样子出去了 当然柯文哲 他说 哎呀 这个国民党 跟民进党 他们抱的那个 总统的那个 都假的啦 对不对 笑死人了 只有他是 最清清如水 他自己最经得起考验嘛 这么多的人 小额捐款 然后这么多年轻人 三百五百 这样子捐款 最后 随随便便一个 这个授权费的 就上千万以上了 更何况 还有民调 随便做一做 990万 还是多少 做出来的民调 跟我们后来开出的票 又不一样 所以呢 事实上 各位 柯文哲真清廉 柯文哲清廉 就是2014年 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要求局处首长 吃饭都要上网公告 他自己去跟财团吃饭 从来不公告 从来不说 还走后门 去见神望大饭店的大老板 那么蔡旺旺 这就是柯文哲的真面目 柯文哲是不是把民众党 当成是家族企业在经营 不仅自己的老婆 可以入党 然后甚至要去 寄生里面的 基金会或是协会 里面什么党工 或什么资源 好像也要运用一番 那另一方面 因为吴静怡也爆料 就说 因为木可公安公司 是不是里面的这些钱 从小草募款而来 变成是柯文哲的私房钱 余将军怎么样观察 这当中我们看到 里面很多账很笼统 什么商品授权费 就300万 加起来600万 这么高金额 转入公安公司 都可以成为 柯文哲私用的账吗 这其实小从选里长 大到选总统 原则上都会募款 我们在座柏维 原则我们都选举过 一定要募款 那募款来的钱怎么办 第一个 你按照你的需求 那个监察院都有一定的支 这个支出的项目 按照你的需求 你说做广告 做文宣 或做什么都OK 但是很少会有候选人 全部压在一家公关公司 全都差了 不会啊 我们是哪个便宜找谁 哪个做海报比较便宜 哪个做口罩比较便宜 我们就找谁 所以我们核销的这些公司 包罗万象 什么都有 就谁便宜就找谁 选举办是斤斤计较 可是柯文哲的 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 这个其实也不是Grace爆料 这个是之前 应该是吴子佳董事长 在某个节目上爆料 Grace引用他 他还有说 这不是我爆料的 我是引用吴董事长 对吴金领说去找吴子佳 对他里面提出几个 让人家疑问的地方 第一个 请问这个选举 你做商品 是在帮谁宣传 帮柯文哲啊 柯文哲帮你选总统嘛 那这450万的 这个授权金是什么 里面有个450万的授权金 有一笔授权金 450万 这是授权什么 一大比 对一大450万 跟制作商品450万一样 这样加起来 这两个就900万 商品授权费300 300 这就600万 这就600 然后下面制作商品 450万 那是 就1000 再加上450万授权费 这个是授权什么 我们参加选举 我们跟公关公司讲 你要用我的肖像权 帮我宣传 你要付我450万 有这样的吗 我是在帮谁宣传啊 我在帮你宣传的 你还要跟我收授权费 这让人家 起人疑斗 这怎么回事 而且呢 这个公关公司的名字取得太好了 叫木可科 对 让人家很难联想到 这个公关公司 跟柯文哲先生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没有 我讲没有 那柯文哲出来讲清楚 没有 这个完全跟我无关 如果有 这很严重 等于是说 你把这些小草 这些政治现金 从你的左手 变到你的右手 这太严重了 这太严重了 这个监察院 如果没有查到 监察院严重失职 木可公关董事长 跟什么 柯文哲私人基金 是同一个人 柯文哲这个高中好同学 前台北捷运工董相李文忠 听说蛮喜欢卖咖啡的 在这个台北捷运公司 听说也说 也在卖咖啡嘛 那这个里面也发现 一百多万的咖啡 里面好多笔咖啡 一百多万 咖啡礼盒 一百一十二万 还有一个咖啡一百二十二万 加起来快三百万 咖啡盒三十九万 对 对咖啡情有独钟 对咖啡情有独钟 那这些咖啡都去干什么了 那个大家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的竞选现场 有在发免费咖啡吗 还是有在发咖啡包 对 这咖啡到哪去了 这咖啡去哪里了 对 三百多万的咖啡不得了 对 不得了不得了 然后四百多万的这个 人销上权的授权 这是怎么回事 对 那这些权 如果是那种绿挂咖啡 一合一的 那堆积成三 堆积成三 不得了 你的量非常大 所以我说这一些 木可公关公司 跟柯文哲今天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那柯文哲如果觉得 嗯 吴子佳董事长乱讲 你就出来开记者会讲清楚 就比照你当时MG149那种方式 整个方面贴好这个 因为什么 跟监察院申报 一定是所有明细 写得清清楚楚 我这一笔是做什么的 这笔是选举的 这笔是宣传的 这笔是造势的 很清楚 不然监察院是正式公文 合付给你哦 完成合备 那后续没有用完的 这些政治现金 他还有后续的规划 那每年都要跟监察院 来做合报 跟合销 那柯文哲这一笔 要不要出来讲清 有人质疑了嘛 对 有人质疑了嘛 我觉得这柯文哲讲不清楚 对他来讲是非常伤 而且呢 监察院会不会主动调查 我不知道 另外就是陈佩琪 其实我觉得他是讲错了 他说我要找一个基金会来寄生 其实不是寄生 他应该是想要捐钱 就是说柯文哲的这些 相关民众党的基金会 钱可能不够 我是医生娘嘛 我也是医生 我来加入基金会 我来捐钱 我来认养 陈佩琪我认为他是想任养 真的吗 钱太多 对不对 这边好多钱 还需要陈佩琪来租吗 陈佩琪捐钱 陈佩琪不是要靠行 也不是要寄生 各位陈佩琪是要任养 所以基金会没有钱 赶快跟医师娘要 我们才缺300块 可是我觉得他进去 是要扮演什么角色 他不是阳春党员 以上所云皆为反串 他自己讲的嘛 他自己讲说他要 他要这个寄生嘛 这个寄生跟任养完全不一样 任养是说这个基金会里面 所有的经费如果不够 找我 我来任养 那寄生不一样 寄生是我退休以后 没有收入了 所以基金会可不可以给我个位置 让我有发挥所长 还可以获得薪水的这种机会 他说的寄生是这样 寄生是透过你 可以延续我的生命 甚至会让宿主的营养 变成我的营养 我可以更茁壮 这叫寄生 这完全是陈佩琪说的 所以如果陈佩琪你说错了 你就更正一下 没有 我是要任养 我是要找一个柯文哲 或者是民众党 什么样的基金会 经营不散 缺钱的 找我佩琪姐姐 我反正随便拿一张存折 说的出来都是100多万 虽然到现在没有提出来 对不对 说100多万市政府不付 我来付 这笔钱可以任养 但是你讲的寄生 各位那就很不舒服了 谁愿意被寄生 谁愿意被吸取养分 让宿主变小 然后寄生者变大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 柯文哲想要转移焦点 用火烤的方式 用各种的明目 想要透过方式来转移他的焦点 反而柯文哲被所有媒体 被所有民众检视的放大镜 从放大镜变显微镜 因为每一笔钱 我们要看清楚 为什么这些钱是哪来的 小草饿了一两棍 我本来要吃便当的 我的100块不吃便当的 捐给你 人家饿肚子的钱去捐给你 最后你左手洗右手 从这个柯文哲变成 木可公关公司 我觉得最想知道真相的 可能是小草 对的确我们看到 这个陈佩琪说要去寄生 问题是党内谁敢说不呢 所以是不是柯文哲 这个认可让陈佩琪这么做 不会怎么样观察 因为这个党主席的夫人 用这种方式 恐怕也真的是空前绝后 大概不敢有其他的党的 党主席的夫人 敢做这样的事情 还要想去寄生党内 再来这个木可公关公司 这些钱 是不是真的成为 柯文哲的私人小金库 柯文哲 他毕竟选过总统嘛 然后有一些选票 至少有一些话语权 也创了一个党 专业政治人物 好不好立场怎么样是一回事 至少他全职政治人物十年 陈佩琪 懂个什么东西 他就是医生娘 他就是个网红 我甚至都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他的医学专业怎么样 那我不辨评论 那是他的本质 但是他在政治上的表现 就是个网红嘛 那他这个网红 还做了什么事情 只帮柯文哲辩护 然后只入为马 攻击执政党 包含陈时中 那对我来讲 这个就彻翼啊 这个就是一个 跟柯文哲有婚姻关系的彻翼嘛 就是网红啊 不是啊不然呢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政治上的杰出表现吗 没有 他有任官 还是有具体提出什么政策 对健保怎么样的 这个方向指点 参加过什么研讨会 没有啊 他就是彻翼啊 护肤使者 护肤大使啦 我不会用夫妻的关系干嘛 那以政治人物的角度 不管他是不是他老公 有一个候选人 民众党主席 然后有一个网红在旁边 每天好像近身观察 这个人都不带小孩 这个人跟我结婚的时候 是妈妈决定的 就近观察来美化 那个政治人物 他就彻翼啊 陈佩琪就是彻翼 真的要给的话 也是一个第三夫人而已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 举足轻重 甚至是他应该 我不知道 从里长开始宣言看吧 议员开始宣言看 让我们知道 你对政治的想望 有你的这个独到的见解 所以我陈佩琪 最红的事迹是什么 好像是空军幻象失事坠海 2022年的时候 他跑去下面留言 说我老公 为什么在总统府面前 站那么久 空军幻象失事坠机 他跑去下面留言 这个不要说是政治人物本人 也不要说什么第三夫人 这个要是我的助理刘仲 他真的会被我立正发散 不过他现在显然 是不是只想要进来民众党 掌权就好吗 是他的重点 欢迎光临 进到自己丈夫 所创立的政党里头 这几天有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柯文哲在考虑蓝白河 我不对蓝白河的 对错是非做评论 陈佩琪是凭什么 来做指点 他也不是党内的人 就他讲的在考虑入党 表示他现在不是 陈志涵是发言人 还有一个党他的 黄珊珊是台北市副市长 这些都有政治经验 他凭什么 他凭什么 我老公是婚姻关系而已 老公是柯文哲 你如果要相信民主的话 他根本就不应该出意见 好不好 你可以私底下回去 你们在家里怎么聊是一回事 你跑出来台面告诉他 你总统该合不该合 根本就不应该是他 这个就违背民主政治的运作理论 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就家天下 家族企业 传统中华民族会觉得 那个那些都一家会 讨论一下 贪贵怎么要紧 对我来讲不是这样子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讲钱 我坦白讲 很多冤枉钱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不敢 毕竟年轻人身边多多少少有 柯文哲 黄国昌支持者 看他们有的时候在小的党内 我看甚至有在国外工作的 不管是留学 我借他的地就外币回来给柯文哲 黄国昌 我看很难过 这些人他们以为你选上要帮他打房 以为你选上要翻转阶级 以为你选上要怎么样 让台湾怎么样变大 把国家还给你 还给小草 结果除了国会改革 这半年来一事无成 这些人 本来就是政治信仰 买民众党就像买错股票一样 反正掉了就算了 现在更扯的是发现 我投资的这间公司还乱花钱 为什么乱花钱 第一个他授权费就1300万 据了解 他的授权费很多是自己授权自己的商品 我做棋子 我还要跟帮我做棋子的厂商 授权费 有这种好康的事情 然后我做咖啡 印我的脸 印什么KP改变成真 那个还要我授权给他 然后我还可以跟他授权 我募一笔款向450万进来 然后我跟那个公关行销公司说 我450万给你 给你之后你帮我做什么 你帮我授权我的商品 他授权什么 要讲清楚 如果是自己授权自己的商品 这有洗钱的嫌疑 对 转一手嘛 这钱跑去哪里了 授权费用1300万 我就讲啦 我自己选举的时候 没有授权过半毛钱 没有啦 议员有立委员在这里 立委在这里 原资你有授权你的产品制造厂商说 你要应我页原资的脸 要先付我授权费吗 没有 正常逻辑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授权费是什么 是第一点 第二个咖啡花了300万 我坦白跟大家讲 有的时候这个讲一个比较箱野的故事 你们有没有看过地方很多茶行 然后莫名其妙很有钱 我很好奇 我就跑去问 他说因为茶叶贵得很贵 便宜得很便宜 但看不懂的人 他怎么样 他可以把价拉高来卖 那某种程度 他就有了运作的空间 我不知道咖啡买300万是什么意思 民众党每个人都有收到一包还是一盒 咖啡豆 咖啡300万 你各位 小草们3005001000捐的 他拿300万去买咖啡 300万买咖啡 民调花了990万 问题是 有对总统大选公开发表民调的 一共有19加1 那个1是网路上有一个一天到晚做街头访问的 然后自称就是他这样子最贴近民意 所以被拉进来 然后维基百科总统民调有20间 你知道这一间民调公司花了990万 做第几名吗 做第18名 只赢一间实体公司跟一间网路公司 990万 所以这不算乱花钱 这个算眼光不好 不知道那个钱到底是掉到谁的口袋里头去 最后有一个 你们还记不记得8800演唱会 那个是一个叫尼奥行销公司 跟木可就不一样 前面讲的是木可 尼奥一共从柯文哲那边拿了接近3500万 我一直很好奇 他这个3500啦 2500啦 1400 他都刚好是1396 然后3498 有没有 其实那个看起来 我们看起来 就是要抽一个数字 抽一个很接近的数字 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尼奥公司 一共花了3500万 他单场去看 包含总统选前开票之夜是700多万 然后在板桥 他的那个燕智的选区 花了400多万 我坦白讲 我就没有一场办超过400万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理解 你说人数 都是一整笔一大笔一大笔的 对 他就这样一大笔一大笔 这个我认为是做事 应该是真的在做事 可是在真的做事的情况下 我认为费用还是高了一点 所以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总结民众党这一次的花钱方式 叫做省小钱花大钱 省的是民众的小钱 还记不记得黄国昌 120万那个党责任额 要叫小炒钱 小钱进来就变大钱 然后结果看到陈志涵的那个薪水 陈志涵都还不是立委 光薪水加奖金 后半年几个月 领一领快破百 又奖金30万 还有那个据四叉猫的数字表示 还有1月发两次薪水的 理由不明 还当年终再发 结果他120万 他要省 他省的是谁的钱 省的是自己的钱 要花花民众那个300 那个小炒们300 500 1千的